llo4季 天佑多更新 大家好 我是Lio 今天要來看沙漠之王八強表演賽 這場比賽也是4G模式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地圖 這個張地圖是4G模式的藥鑽 藥鑽一開始在城牆內 都有一些瞭望塔 還有城堡 可以讓前期防守相當容易 所以這張地圖打快龍是不太明智的選擇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雙方的文明 藍方是選擇了Porsimia Porsimia在初期比較強大的地方 尤其是團戰他的強大地方是在於城堡時代就可以出火槍兵 所以可以考慮3TC輸出火槍後期打榴彈砲的一個配置 然後可以出少量級兵在前面擋 那榴彈砲在團戰來說是非常強大的一個工程武器 所以我覺得這場關鍵是波西米亞又有這個玩家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他隊友 右邊是西托,西托是敵人嗎?對是敵人 來看他隊友,繼續看隊友 這邊後方是VB,他的名字叫傻瓜,選擇了哥德仁 哥德仁在團戰的表現來說有一個比較特殊的打法是在城堡時代 直接打這個哥德衛隊,然後配上外加做一個前壓 像什麼工兵啊,打工兵啊,騎士啊,然後自己出哥德衛隊 這個哥德衛隊加騎士,哥德衛隊加工兵 這種打法其實都是可以的 但是這個打法的話蠻吃操作能力的 所以團戰來說,哥德要這樣打 騎士蠻吃一定的操控力哦 後期的這個緊噴能力哦 讓他可以高速訓練哥德衛隊才是重點哦 後期我們來看一下 HERA,HERA選的是高滅人 那高滅人最大的特色是這奴炮像 還有這個雙重奴炮,還有毛巷夫 在團戰來說高滅的城堡時代的重裝騎士 影響力沒有那麼好 不是城堡時代,這個城堡時代的騎士 影響力其實沒那麼好 那到了後期呢,打重裝騎士 只能說堪打不能成為主力哦 到了非常後期的情況下,還是要打這個毛巷夫哦 會比較好一些,後面再搭配一些奴炮或奴炮像 會比較好一點 接下來看一下灰色 灰色是越南人哦 越南人最大特色是團隊加持你的帝王戰毛 讓所有的玩家、隊友們都會使用帝王戰毛這個單位 如果你的隊友裡面有瑪雅或是阿茲特克啊 可以讓這個戰毛兵再次強化的一些文明哦 玩起來的話可能會不錯 所以我覺得越南人在團戰來說表現算是好上一些些的 那後期呢,一樣是可以打這個藤甲攻擊手的帝王戰毛 或是攻城器械哦,都是可以的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波西米亞哦,這個也是波西米亞哦 Viper,Viper是紅色的波西米亞 那我們剛剛講過,接下來看一下 那接下來他的隊友是塔塔斯拉夫人 那斯拉夫人種田效率是非常快的 有這個10%的加成 那斯拉夫人他最大的特色是這個貴族鐵騎哦 是在團戰中蠻常出現的 那在上次,上上次的小型改版中哦 已經有稍微增強一下貴族鐵騎哦 那他的增強哦,只是讓他的價格變便宜哦 所以其實玩斯拉夫人哦,沒有必要去出這個騎士哦 除非你真的沒有城堡才去出騎士哦 有城堡就出貴族鐵騎哦,沒什麼毛病 好 那後期斯拉夫人在團戰的表現也是蠻亮眼的 不管是要打貴族鐵騎啊,或是打步兵哦 都是有一定的殺傷力哦 而且他的工程器也是相當便宜哦 所以後期也可以轉一些投石車哦 好,去做一個前壓 是一個比較斯拉夫的團戰表現 好,接下來看一下紫色 紫色是印度斯坦哦 那印度斯坦的特殊能力比較特別一點點 那在團戰來說,跑貿易有這個貿易商戰可以蓋啊 可以增加這個貿易車的跑貿易的速度 但是實戰來說比較少人用一點哦 那他的印度斯坦人在團戰表現來說 是要組出駱駝的 這個帝王駱駝的影響力是非常龐大的 當然也有一些特殊戰術哦 例如什麼古拉姆加城堡 工程戰相前壓之類的哦 這個我們不先講 就以單看後期的表現來說 這個帝王駱駝是一個 蠻有載制力的一個單位 接下來看看中國人 那西托這邊是選擇中國 中國的後期表現哦 是以中國連弩為主 加上少量的奴炮 那奴炮也不是重點 因為對方有波西米亞的話 奴炮不太可能會出 可能只會出這個中國連弩 然後搭配一些疾兵啊 做一個潛壓動作 或是衝車之類的 那我覺得中國人的在團戰表現來說 也是中規中久也不會太強 不會太弱 他是一個平衡型的文明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兩邊升到城堡時代吧 沒有意外的話 有可能有 你就會先去挖石頭 然後直接去寶推哦 把城堡插在圍牆旁邊 然後破門而入的一個打法 通常打精英場 這到底是蠻常用的 要塞也是哦 看一下兩邊 都準備升到城堡時代 這邊比較早上是黑拉跟西托 西托這邊是前面上城堡時代3TC開下 要來開農 那西托這邊這個打法應該沒有問題 反正也有城堡 出中國連弩也是可以的 那黑拉這邊也已經上了 大家都已經上了 OK全部都升到城堡時代 又還沒有上 又現在才點下城堡時代 哇這個P數有點晚哦 31P才上 然後挖石頭 這個是不是出現點什麼問題 又這個打法有點特別哦 他這邊挖石頭 可能真的是要去打城堡推了嗎 但他這晚上好像哪裡怪怪的 31P也不是一個正常直層的時間點 Posimia Viper這邊先點下宗教狂樂 這樣可以讓自己的村民動輸增加 增加 採集資源的效率 那我們來看到 這邊有一些動作 開始在繞對方的外圍了 這個感覺是要搞事了 連Viper也是 通常在繞城牆外圍 就是準備要來搞事的意思 那大家一開始都會把這個國王 塞到這個城堡裡面 避免被擊殺 因為只要國王一死掉的話 遊戲就結束了 有些人會放到城鎮中心裡 就一人而已 那我們現在看到哥德 也是3TC開農 結果 又這邊是打一個31P速地戰術 哇被他打成功了 3TC上速地 然後出巨頭開拆 好這個戰術有料 然後這邊有少量挖石頭 以上地龍時代巨頭往前插 然後插城堡 掩護巨頭 然後再出榴彈炮 或是生鋁打生鋁戰也可以 原破西米亞的金冠點下去之後 生鋁是不需要耗費任何黃金 只需要耗費食物而已 所以有這種樹地破西米亞 然後用生鋁招翔戰 然後搭配巨頭刺激榴彈炮 做一個潛壓的打法 這個是非常少見的戰術 只有在團戰會看得到的 單挑不太可能會看到這種怪怪的戰術 所以團戰來說 戰術是更多變的 比單挑來說是更多的 這個組合搭配 玩起來有非常多的變化 那Vipe這邊點一下帝王時代 橘色這邊也點了 團戰來說我們之前有講過 外加的玩法 就是比較會早點升到樹帝王 不會一直存龍 因為存龍很容易 就農農就下去了 這邊城堡沒有第一時間 蓋在這個位置 這個地方我覺得可以蓋一下 因為這邊是要推 拖對方的巨型頭時機的時間點 那中國這邊是 比較難反制巨型頭時機的 這個可能要靠隊友 因為中國他很可惜 他沒有火炮 所以玩起來會有點幫手幫腳 因為你是一個火藥發明國 但是卻沒有火炮 這是很多人常常在吐槽這件事情 中國人沒有火藥真是個笑話 然後下面就會開始說 我在中國雖然是火藥發明的 但是實際應用是歐洲那邊發展光大的 這樣講也是沒錯 好 中國這邊直接回射一波 中國蓮弩直接殺出殺傷力 菠西米亞這邊地獄實彈 已經點好印刷技術 造強距離有12射程 中國蓮弩最大的弱點就是手短 所以大家有留蛋炮出來 也是很好壓制對方的中國蓮弩 那家裡這邊兩個TC被弄爆 我們要把他安心的種田了 先把村民往後拉 繼續農 勝率的數量其實有點多了 來看他中間 哇靠 黑拉果然是打大象嗎 毛象夫按了一整排 沿路都是大象的路徑 直衝那家 連外家的Minchester 連把這個城堡蓋在那家的塔套裡 塔套這邊是有打一個防守的 城堡都有 那外家的Porsimia Viper 是按了一堆這個軍營 要來出長槍兵 來擋下了 Porsimia的級兵 打大象有這個額外增上 打這個騎兵單位都有 所以這個是確實 Viper最適合出級兵來防守的一個選擇 以斯拉夫來說的話 現階段要打贏的話 只能靠招響 用這個森女來招響對方大象比較適合一點點 雖然也可以出級兵打 但他現在這個情況 如果要出級兵打 兩邊都變打級兵就會很尷尬 這邊哥德威隊也走得出來 龍老師出了哥德威隊 也點下地龍斯袋 黑亞這邊還在城堡斯袋 又打算使用城堡斯袋的毛相夫 直接輾過去嗎 好 駅頭斯機持續輸出 團戰就是有點忙 兩邊都要來看來看去的 好 那一家印度斯坦果然出了火炮 有火炮打對方的聲率 還有打這個駅頭斯機都會好用一點點 好 哥德威隊直接上前 來看一下這一波衝鋒 那是後方有印度斯坦的火槍 火槍這邊 印度火衝也已經點下了 這城酒 一個拉打沒問題 哥德 遇到中國聯弩跟火槍 其實有點無法吃消 因為中國聯弩打哥德威隊 只有一滴血 但箭矢數量夠多的關係 所以打巧並不會很癢 其實還是有點傷害的 所以哥德威隊有點吃憋了 全部死光 哥德威隊沿路死了 但哥德威隊在團戰來說 並不是這種打一波 他最難慘的地方 就是遠遠不絕的一直延下去 等哥德經濟越來越好 甚至支援無慮的時候 這個威隊 一直瘋狂噴出來的時候 就會非常難受了 好這邊操作有點失誤 少量的中國聯弩 被哥德威隊直接擊殺 這個砍一刀很痛 直接半血 兩刀直接砍死一隻中國聯弩 哇 這個聯弩太慘了 兩刀死一隻 好痛 這就是哥德威隊最麻煩的地方 好 那我們看到中間大象圖鏡 斯拉夫人 家裡是出了貴族鐵騎防守 而且點下金瑞了 點下金瑞之後呢 基本防禦就有8了 再點完所有的防禦有11防 有點慘 近戰11防 遠防也不低喔 還有這個7防 好 那波西米亞果然出了一些火炮 想要來反制藤甲弓箭手 藤甲弓箭手 射火炮還是很痛 這邊BIP超多一點失誤喔 直接送掉自己的單位 好 印度火衝加上中火聯弩 直接慢慢把哥德威隊打了回去 這邊再生金瑞毛相夫 之前影片有講過 馬來這個文明也可以打毛相夫 但我覺得毛相夫只能要生到金瑞之後 這個殺傷力才足夠十足喔 除了血量提升之外 攻擊力跟防禦力 都還有大幅提升喔 所以 點金瑞的毛相夫 是個重點 還有15秒 稍微等一下 好 各的威隊看到這邊打不贏 直接想要繞幹 從後面開始偷砍 這邊繞進去有點傷 金瑞升級好 血量來到320點 320點 攻擊力16攻 遠防禦 進防3 各的威隊無情開尻 下面火槍跟了過來 這裡劍塔火力交叉 還是射掉了一些各的威隊 來看看正面的衝鋒 大象準備入侵 貴族鐵騎加上後方的viper的疾兵 普世丹丹的 好 這邊看來要直接平A囉 貴族鐵騎直接往外跑了出去 直接毒口 想要讓這邊騰甲弓箭手做到一點傷害 OK 貴族鐵騎直接上去硬尻 大量騰甲弓箭手直接損失殘重 這面的大象也是把疾兵撵了過去 好坦 但高棉大象強的地方是有這個 象牙攻擊 攻擊力再加3 那等黑拉這邊 點完所有攻擊之後才是 最精華的時候 現在還差2攻 欸欸欸 點了 OK 這樣變成21攻大象 非常痛 哇 結果大象全部死完之後 3攻才好 好像有3攻也是打輸欸 原貴族鐵騎加上 MIPER的擊兵喔 這個確實蠻好抗衡的 好 後面這邊再稍微組成一下 讓對方哥德威隊沒有辦法那麼好進攻 但這裡沒有維號 直接入侵了進來 這面具體頭時機在開菜的關係 水眠法讓這個火槍兵離開原地喔 原一離開很有可能對方直接大軍騎過來 直接把巨頭給拆掉 那哥德威隊利用這個空檔到後面燒了個一番 但是後方還是有少量的火槍兵 加上中國連弩還是阻擋住了這一波的壓制 好 這邊哥德威隊少量過來想要幫忙 但哥德威隊遇到貴族鐵騎也是 頭有點痛啊 這邊哥德威隊只有16攻喔 打貴族鐵騎只有5滴血而已 好 六蛋炮這邊被騰甲攻兵直接壓打 這邊直接近距離開砲砸死了兩隻藤甲攻兵 少量的怪族鐵騎直接硬吃 藤甲攻兵現在被壓了回去 這就是越南在打團戰的一個尷尬的地方喔 他能打就只有血量很多的大象跟藤甲攻擊手 就是打起來有點中規中矩喔 沒有太強大的破壞力 而且隊友已經打大象的情況下 越南人只能表現的東西 就只有藤甲攻擊手跟定文戰矛 所以存在感有點無力啊 好 那下方右破壞裡面 這邊轉出了大量生旅 還有很多的強弩 那強弩是為了要射對方的火炮 還有對方的火槍兵喔 中國連女也可以稍微對射一下 那確實出強弩是一個蠻不錯的選擇 好 哥德威隊再次第二波前壓 這裡巨型頭司機可能趕快跑 好 後方非常多的火槍兵在後面 直接集火 收掉了非常多的哥德威隊 哥德威隊下方直接突入 西拖這邊直接棄手城堡 好 上方這邊也是持續壓制 藤甲攻兵也是往前A 目前看起來 Viper這邊是有點被壓制住的 兩邊團戰打得非常極限 感覺Viper這邊不太妙 分數一直落後 目前還落後400分 好 這時候哥德爾點下擊兵的升級 等下來去幫別的地方喔 這邊是不太需要擊兵的 好 直接兩邊火力交叉 互相開火 火炮也是努力的想要去偷點後方火槍兵 好 這邊火炮原地開打 砸掉了一些強奴 但正面的哥德威隊直接淹了上來 上方的中國連奴可能會被戒滅 好 這邊第一時間上去就是對著巨頭硬尻 把兩台巨型頭司機給尻爆了 後面有五台巨型頭司機 不是巨頭 這個重型頭司 也不是重型 中型而已 中頭 這個中頭來不及尻到哥德威隊就倒了一片 後面的火槍兵傷害實在太高 下方的單位也是直接被換光光 看來這一波對右來說不是一個很好結果 這個中頭打出了蠻好的一個交換 好 上方依舊在纏鬥當中 兩邊已經開始跑起了貿易 但是印度斯坦也有蓋這個商務旅館 可以增加貿易車隊的移動速度 讓經濟再更好一點 這個蓋的蠻平反的喔 感覺如果能讓viper這邊裹到後期的話 對他們是比較有利一點點的 這個前中期對黑爾爾來說 他們這個兵組組合比較好一點 好 這邊中頭來不及撤退 哇 這邊反擊導致 大象直接硬貼了上來 中頭盡可能保存起來會比較好 但是大象傷害實在太高了 直接頂爆四五臺 中頭 最後還是倒地了 這面的哥德威隊想要做個包抄 但是火槍兵又再次上前直接輸出 這邊防守戰 吸托加上MBL的防守 打得非常漂亮喔 火槍配中國連弩 哥德威隊也是無可奈何 好 這波大象打了回去之後 白普爾上方的一些經濟 開始打了出來 火槍兵組鐵器打到還在繼續出 也出了少量的奴炮 大家敷出奴炮也是ok 這個畢竟成本便宜 不出買不出 這邊中國連弩直接射爆巨頭 箭矢量多就是op 貿易商戰蓋到這邊就不蓋了嗎 我覺得可以繼續蓋 這個叫什麼 商隊旅館 商隊旅館蠻特別的 可以加跑速之外還可以回血 回附近的貿易車隊 這個駱駝單會不會回血啊 有點忘記了好像不會吧 他只能回血貿易車隊的樣子 後面有一波小小的貴族鐵席 到後方經濟騷了 但是大象過來之後 就打有點打不太贏了 要先測一下 跟大象硬打似不太好的 這次嘗試往右進攻 麥克爾榴彈炮嘗試 反擊對手 中間這一帶有點危險 塔套可能要稍微出兵反之 這裡要開打了嗎 感覺好像是要先去打火炮 火炮可能會被硬起 麥克爾的榴彈炮可能要小心一點點 火炮直接被硬尻 直接原地倒地 麥克爾的疾病也是個人上來 直接硬出了一波 兩邊突然打了起來 麥克爾的疾病傷害非常的痛 打這個大象根本就跟鬼一樣 大概五槍左右就可以戳死一隻大象了 這就是Porsimia的疾病增傷 下方印度斯坦MBL也是拉了 射程超遠的火箱來支援 直接射掉了大量大象 各的衛隊這邊要嘗試在後面再突進一次 但這附近還是有火箱兵在做防守 這邊火炮能不能預判一下 打到了一些不錯 這邊火炮再打個一炮 打到前方的又是打了一些傷害出來 火炮第一時間被追逐也跑不掉 這邊決定果斷放棄兩台火炮 把後面家裡圍起來 這邊龍老師各的衛隊又在送了 火箱還在無情輸出 回到正面 MIPER這邊靠著榴彈炮還有這個奴炮 還有巨頭C慢慢殺了回去 火箱兵繼續清除哥德爾人的步兵 正面又強弱沒有繼續進攻 雖然有在出火炮 但是這邊一直打不進去 榴彈炮開始把建築拆光 開始反推了回去 貴族鐵錫要再次往後開搞一波 這邊看到有少量的兵在鬧 貴族鐵錫在打這個貿易車隊 那最後的鯉 商隊鯉管蓋完了 MBL 這邊打得很好 全部把印度斯坦的特色都打出來了 連駱駝也有升級 升了10 搞出多少隻駱駝 駱駝有點多 帝王駱駝已經升了過來 攻擊力還沒升完 打火槍再打駱駝 這邊其實都圍好了 這邊貴族鐵錫大象這邊硬尻 感覺有點不分上下 但後面有少量的 哥德級兵上前助陣 大象依舊還是能碾爆 貴族鐵錫 貴族鐵錫這一波送的有點冤枉啊 哎呀 帽相夫果然是高明的團戰精髓 太猛了 那我覺得又可能影響力要再更 更有影響力一點 才能好好的反擊回去 這樣感覺又並沒有那麼亮眼 這個榴彈炮 只能稍微反制一下 MBL跟中國連弩 好 好 駝駝再次走過來 想上去打嗎 直接蒸發 駝駝是很害怕箭矢傷害的 好 MIP跟塔塔 兩軍聯手 開始往中間的地帶攻打 開始有點反打回去的跡象 榴彈炮加他疾病 直接升入了敵軍 這邊有六臺的榴彈炮傷害非常高 好 瞬間把上面的Mintrest的家裡給打爆了 帝王駱駝直接長驅直路 傷害後面村民 中間這一波防守也被建立了起來 塔塔城堡蓋好之後 這裡會有點難打 但中間還有一個Mintrest的城堡 下方距離投資 沒有再繼續出 但這邊又果然做事了 兩台榴彈炮開始反壓了回去 哥德威隊這邊打掉非常多的中國聯弩 哇大象這邊還在追 還在追 哇好殘 中國聯弩的數量非常殘 怎樣都只剩下一點點了 每頂下都是一個擴散傷害 終於擺脫這些大象 奴炮這邊被停在這些建築物的中間無法出去了 這邊有一個小波的對打 回來看一下 帝王駱駝越出越多 直接吃掉了火炮 好後面兩台榴彈炮能受到嗎 這邊又有非常多的森林 直接開始招牆地獎駱駝 但是後方有更多的位隊 這面MBL可能會擋不太住 後面沒有火槍支持 火槍趕快即時援助回來一下 趕快回救 上方這邊戰線告急啊 MBL可能要趕快出更多的單位來反擊 那現在要出什麼比較好 其實出什麼都不太好過 可能出駱駝會比較好一點 配一些古拉姆之類的 當然現在要出古拉姆的話 城堡需要很多 MBL只有一棟城堡 出古拉姆的可能性偏低 本來是單純出火槍 配帝王駱駝就差不多了 帝王駱駝去追對方的榴彈炮 然後有機會就包對方的工兵 火槍跟對方對射吧 那對射的話盡可能用拉打方式 直接站A的話會有點危險 畢竟工兵的速度比較快一點 但是這時候吸托的中國蓮弩 直接壓了回來 反推了回去 上方黑辣出了少量的奴炮 奴炮這邊串燒工兵 火槍是很快的喔 哇兩倍奴炮 直接串燒掉了這邊火槍兵的數量 這邊帝王駱駝果然壓了回去 加上火槍中國蓮弩 還是有一個不錯的傷害力 但是下方這邊哥德烏隊又再次殺了進來 哇這邊劍塔火炮塔也是慢慢往前插了過來 NBL這邊防守要非常依賴 吸托可能快要倒了 經濟其實不夠很好 但Mitchest這邊居然已經爆掉了 古王被擊殺 已經被劃掉一條槓槓 但是三打四 哪時候古王被殺掉的都不知道 完蛋了 現在NBL加上吸托只要守住 右側就有機會打贏了 因為現在左邊是有 Viper跟塔特在進攻 黑拉的陣地喔 好這裡城堡又掉 如果被打到貿易地區的話 後方這邊被入侵貿易被斷 有可能會被三打四逆轉喔 NBL這邊帝王駱駝相當關鍵 但也不能只出駱駝 這些步兵還是要處理 所以火槍兵駱駝交互則出是比較好的選擇 當然也可以配一點少量的工程器喔 但工程器會被留戰炮給克制 所以主要還是出火槍加上駱駝就好 然後再加上一些 那可能塔套要出一些貴族鐵析 時不時過來右側幫忙 中間這部分快要被 Viper他們拿下來 這邊很痛苦喔 一個打兩個 後方還有少量貴族鐵析 在後方想要砍貿易車隊 但疾兵一直有補過來 這一波 Viper的疾兵直接吃光了 高免所有的大象好爽 騎兵OP 右側被壓到了最後一棟城堡的位置喔 應該是倒數第二棟 後面好一座 但是右這邊確實做到了事情 油戰炮數量多起來啊 拆建築物速度越來越快 幫對方比較有能少反制的一個方法 火槍兵繼續出 MBL這邊 帝王駱駱直接硬撞疾兵損失慘重 中國連弩終於回來幫忙 帝王駱駱 我覺得這裡要直接上硬包抄了 中國連弩想要上前硬打榴彈炮 疾兵上前也是硬扛 中國連弩並不會放過追擊的時候 這邊直接打爆下方榴彈炮能收掉嗎 終於可以打到榴彈炮了 用洛駱直接上前硬撞 直接撞掉兩台 榴彈炮 這邊想要做個包抄 但是塔套有點跑路過頭 各子鐵騎直接敲掉一台榴彈炮 第二台能敲掉嗎 哇很可惜 讓對方跑掉了四台榴彈炮 還有一台在這裡應該是跑掉了 哇這邊反撥 反擊打得還不錯 這邊塔套也是大大軍 先開始建立起來重衝 還有這個奴炮 開始要突進了 那奴炮打步兵是相當方便的單位 這邊可能是要防一下哥德的步兵 才出這麼多的奴炮 這一波終於打了回去 但是高棉最後還是選擇了奴炮 加上大象打法 這樣對viper來說是相當有利的 現在已經少了一個人的關係 現在榴彈炮慢慢打 把對方的奴炮打掉 正面用擊兵打 擊兵加榴彈炮 是可以完全克制高敏這個搭配組合的 正面慢慢被壓了回去 又在家裡重新集結了一波單位 大量的擊兵配上各的部隊 正面一次打了回去 火槍兵也是後方原地開火 更多的中國列奴補了過來 這邊帝王戰茅 不是帝王 帝王駱駝後面想要包抄火炮 火炮第一時間被輸出 但是後面有太多的步兵爆上來 可能只會損失一兩台的榴彈炮而已 OK沒有全部被損失掉還可以接受 但是後方的火炮也是很努力的 在拆建築物的部分 好 第二波工程已經瀕臨城下 奴炮準備要來殺到貿易車隊的地方了 只要突破這個牆就有機會 這邊補下更多工程機製造所 大衝車直接按得出來 正面衝突再來看一下 奇兵再次上前 火槍輸出 好 左邊壓了過來 高米人大象有點無力了 一打二還是有點太困難了 雷彈炮 四台 四隻雷彈炮 一半的火炮 這時候又擋不住 打出了GG 恭喜 Viper 跟MBL 還有塔套吸脫 拿下這場標誌賽勝利了 哇 這一場的團戰打得蠻漂亮的 雖然明確實不知道哪時候死去的 但 Viper這一波進攻 搭配這個貴族鐵席 直接把明確實一波帶走 確實做得蠻漂亮的 他的孤王可能是躲在獵王塔裡面 然後被大象直接頂出來 然後後面榴彈炮後來補上 直接把孤王給擊擊殺 明確實村民逃跑也沒用 直接損失了所有的建築物跟村民 下方部分 剛剛一度割得 這個榮老師 搭上右 兩人搭配 一度看你把MBL 最後這一根城堡給端起來 然後在後面再打到這邊貿易線 就有機會逆轉 但還好這邊溝通即死 塔套跟 Viper 拉了一些兵來右側防守 然後防守之餘也是努力在進攻 這邊的一個結果就是 即時的隊友溝通 然後防守進攻都有做到 才可以逆轉勝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那也別忘記幫我愛個讚喔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了 各位掰掰